好,我们再来一局,船航202的对决解说,现在依然是八神二匹猴子,现在八神是,诶,虽然进攻比较猛烈,但是也要有章法,诶,消风接起来,就接起了白光,非常漂亮,好,再来一次,啊,18连,猴子现在已经生血不多,如果被打一套连招接必杀呢,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。 现在猴子依然是特别疯狂,诶,又打了个反向,直接接必杀,非常漂亮,八神这次要被带走啊,直接,诶,剩一点点血,一点点,再蹭一下,直接挂掉,诶,顶了一下,直接白白,诶,现在我们看金家帆的, 哎呀,猴子又是穿来穿去啊,穿来穿去,上下上下他穿啊,特别犀利, 哦呀,一个猴子偷逃, 再次打反向,哦呦,金家帆也是非常郁闷的,又偷了起来啊,猴子,完了,金家帆,大招都起,猴子被这一套带走, 现在我们看霸神的,哎呀,金家帆再次寻找好机会,来了个九连,霸神失了三分之一的血,完了,这次金家帆要挂,霸神最狠的一招出来了, 现在我们来看,一批的猴子,哎呀,猴子直接就接起了必杀啊,现在八人人,胜绝不多了,哎,最绝一批闪,继续人,哎,我再闪,哎,闪的比猴子还利我, 再次,哎呀,一批飞也没打中,猴子继续穿来穿去,哎,你看,现在也不知道是猴子追着八神跑,还是八神追着猴子跑,哎,又一个,爆气,爆气以后是更欢了,哎,又一个百合哲直接踢中猴子,哎,时间不多了,时间不多了, 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来这样子打,好,我们来看关键的最后一局,双方血量都差不多,就拼技术了,现在, 哎呀,金家帆直接一脚自动,再次气起来,打反向,哎呀,金家帆这次有个罪兽了,再次走起来, 哎呀,又要顶,又要顶,又要顶,完了,直接被猴子一下顶死, Wina!